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美国总统乔 拜登在威斯康星州集会上的挑战性演讲 他誓言要继续参选并再次击败唐纳德、特朗普 尽管拜登在上周的辩论中表现不佳 面临着退出竞选的压力 但他仍然坚定地表示 他将继续为总统宝座而战 并为女性的堕胎权利、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而奋斗 同时 拜登也做出了自我反省 并嘲笑了特朗普过去的失言 这场演讲被认为是他竞选活动的关键时刻 因为他的支持者和捐助者们正密切关注 他是否还能获得足够的支持来竞选连任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的一场集会上 美国总统乔、拜登站在一群热情的支持者面前 誓言将继续竞选并再次击败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这场集会是拜登维挽救其岌岌可为的连任努力 所做的最新尝试 他的每一句话都充满了挑战性和决心 我会击败唐纳德、特朗普 我会在2020年再次击败他 这位81岁的总统在这个关键周对支持者们重申 他的话在现场掀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背景中汤姆、佩蒂的I want to back down 响彻尔记 加强了他的决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拜登的此次集会是他竞选活动中的关键一环 尤其是在他上周在CNN辩论中的表现不佳后 面临退出竞选的巨大压力 为了扭转局面 拜登将目光聚焦于本周末的集会 和即将在ABC新闻播出的采访上 试图通过这些公开露面来重建信心和支持 我知道我犯了一些错误 但谁没有呢 拜登在演讲中风趣地提到 并拿特朗普的一次失言开玩笑 特朗普说乔治 华盛顿通过控制英国的机场赢得了独立战争 谈到说错话 这可是一个经典的例子 纽约时报报道称 拜登在辩论后的几天里向盟友承认 他知道如果再有两次类似的事件 他的形势将会变得更加困难 这些不利因素 使得拜登的竞选团队面临巨大挑战 必须迅速行动来挽回选民的信任 在集会上 拜登不仅重申了他的连任决心 还列举了自己在白宫的成就 试图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他的能力和精神状态 他说 当我创造了1500万个工作机会时 我太老了吗 当我为500万美国人消除学生债务时 我太老了吗 他的这些言论引来了现场支持者的强烈共鸣 拜登的竞选团队也在积极准备 计划进行一系列的反击行动 包括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和第一夫人吉尔 拜登前往各个关键摇摆州进行竞选活动 这些行动旨在巩固和扩大选民基础 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做好准备 然而拜登面临的不仅仅是共和党的挑战 民主党内部也有不少人对他的竞选前景表示担忧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国会内已有三位民主党众议员呼吁拜登退出竞选 其中包括德克萨斯州的劳埃德 多格特 亚利桑那州的劳尔 格里哈瓦和马萨诸塞州的赛斯 莫尔顿 莫尔顿在WBUR电台的采访中说 拜登总统为我们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现在是时候让位给新的领导人 让他们来对抗唐纳德 特朗普 尽管如此 拜登并不打算轻易退缩 他在集会上强调 他不会允许一场90分钟的辩论抹去他三年半的工作 他列举了自己作为总统的成就 包括创造了1500万个新工作岗位 减少了近500万美国人的学生债务 并任命了第一位黑人女性进入美国最高法院 拜登当天早些时候在前往威斯康星州的飞机上 也表达了他对自己竞选的信心 他说 是的 我会击败唐纳德 特朗普 这句简短而有力的话语展示了他的决心 拜登的此次集会和即将接受的ABC新闻采访 被认为是他重建信心和支持的重要机会 在集会结束后 他将接受ABC新闻的乔治 斯特凡诺普洛斯的深入访谈 这也将受到那些质疑他承诺和能力的人密切关注 81岁的拜登在麦迪逊是热情的支持者面前 坚定地表示他不会被压力击倒 他说 让我说得再清楚一点 我会继续参选 我会击败唐纳德 特朗普 他的这番话再次引来了现场的热烈掌声 尽管面临来自党内外的压力和挑战 拜登依然坚信他的连任之路 无论是支持者的欢呼还是反对者的质疑 他都以同样的坚定态度回应 我在2020年击败了他顺便说一句 我们会在2024年再次击败他 拜登的这场演讲和即将接受的ABC新闻访谈 将成为他竞选活动中的关键时刻 能否重建信心 挽回支持 将决定他在2024年的连任之路 能否走得更远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乔·拜登·周拜登是美国第46任总统 自2021年1月20日上任以来 他的政治生涯充满了挑战和成就 近日拜登公开表示 他计划继续竞选连任 并有信心再次击败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Donald Trump 这一声明是在威斯康辛州 麦迪逊市的一次集会上发表的 旨在平息外界对他是否会退出竞选的猜测 在这次集会中 拜登不但重申了他将继续参选的决心 还批评了共和党对手特朗普的执政能力 和言辞失误 拜登指出 他在2020年已经击败过特朗普 并有信心在2024年再次获胜 他还以特朗普过去的一次失言未利 幽默地回应了自己在辩论中的科办 试图转移公众对他年龄和精神敏锐度的关注 拜登在集会上的演讲 比他在辩论舞台上的表现更具活力 这对于他的竞选活动来说 是一个关键时刻 许多捐助者和民主党盟友 正在考虑是否继续支持他 拜登的竞选团队已表明 接下来的几天 可能会决定他的连任竞选成败 因为他试图重新夺回在辩论后失去的地盘 这场集会也标志着拜登 在面对党内压力的情况下 试图证明自己的竞选决心 据报道 包括马萨诸瑟州的塞斯 莫尔顿等三位民主党众议员 已经公开呼吁他退出竞选 认为他应该让位 给新的领导人来对抗特朗普 然而 拜登的竞选团队强调 目前没有高级民主党人 呼吁他退出 拜登的妻子吉尔拜登 和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计划本月前往各个关键摇摆州 进行竞选活动 试图挽回局势 拜登本人也准备在宾夕法尼亚州 举行另一场集会 并且对哈里斯的支持表示感谢 面对关于他年龄和健康状况的质疑 拜登在集会上 强调了自己在白宫的成就 包括创造了1500万个工作岗位 为500万美国人消除学生债务 以及任命第一位黑人女性 进入最高法院 他反问支持者 这些成就是否证明了 他太老无法胜任总统职务 白宫表示 拜登将在即将播出的 ABC新闻采访中 进一步阐述他的竞选计划 这次采访 由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主持 将成为外界检验拜登能力的 一个关键时刻 拜登的竞选团队认识到 他不能再有糟糕的一天 即使是一般的表现 也可能不足以消除 人们对他是否适合担任总统的担忧 总的来说 拜登坚持 他将继续参选 并有信心再次击败特朗普 这在一定程度上 稳定了他在民主党内部的地位 但同时也必须面对 共和党和部分民主党内部对手的挑战 这一动态 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对美国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拜登继续参选 这是展现其坚定决心的行动 历史上 我们见过无数领袖在逆境中崛起 譬如丘吉尔在二战中的坚持 拜登在过去三年半里取得了不少成就 比如创造了1500万个工作岗位 和任命了第一位黑人女性进最高法院 尽管她在辩论中表现不佳 但这不应该成为她退出的理由 就如同我们不会因为一次考试不理想 就放弃整个学期的努力一样 楚天书 你这个比喻就像把橙子和橘子混为一坛 拜登年事已高 这不是仅仅靠决心就能解决的问题 看看拜登在辩论中的表现 多次失去思路 这难道不是警钟吗 我们要的是一个能在关键时刻保持清醒的领袖 而不是一个靠运气很辅助支撑的总统 况且 拜登的年龄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 这就像让一个老旧的电脑跑最新的软体 怎么看都让人不放心 谢琪琪你这样说简直是无稽之谈 年龄并不等于无能 正如威廉 莎士比亚所说 智慧随年龄而来 拜登的经验和智慧是无法替代的资产 就算他在辩论中表现有些失常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无法有效治理国家 想想富兰克林 第一 罗斯福 他在任时也饱受健康问题的困扰 但他依然带领美国走出了大萧条 并赢得了二战 拜登完全有能力继续引领美国向前 楚天书 你这可是偷换概念 莎士比亚要是看到你这么解释他的话 估计他也要重写哈姆雷特了 拜登的问题不是智慧 而是现实的体力和精神状态 民意调查显示 超过一半的美国人认为拜登年龄太大 无法升任第二个任期 这不是我说的 是华盛顿邮报说的 更何况 拜登在面对特朗普这样的对手时 必须保持最佳状态 而不是在舞台上打盹 别忘了 政治不仅仅是智慧的游戏 还是体力和精力的比拼 谢琪琪 如果我们只看民意调查 那么华盛顿也未必能得到 那么多支持来领导美国独立战争 拜登有他的缺陷 但他也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比如他的外交政策经验 和对社会问题的深刻理解 2020年 他在疫情大流行 经济下滑和社会动荡中 成功击败了特朗普 这不是运气 而是实力的体现 正如汤姆 佩蒂的I want to back down 所唱的那样 拜登不会轻易退缩 他会继续战斗 这是我们需要的领袖精神 楚天书 你这么说 简直就是逆流而上 死不认输 是的 拜登在2020年成功击败了特朗普 但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境 如今 拜登的辩论表现和精神状态 已经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笑话 这就像让一个80岁的老爷亚去参加奥林匹克百米赛跑 大家都知道结果会如何 民主党内部已经有声音要求他退出 而这些声音不仅仅是空穴来风 而是基于对未来的深刻担忧 如果拜登真的爱这个国家 他应该勇敢地把接力棒交给更有活力的新一代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乔 拜登这位美国第46任总统 自2020年成功击败唐纳德 特朗普后 再次面临各种严峻的挑战 在威斯康星州的集会上 他向支持者重申 他将继续参选并再次击败特朗普 拜登的表现引发了广泛关注 特别是在最近一次辩论中表现不佳后 他遭遇了来自党内外的压力和质疑 这位81岁的总统试图通过幽默的语言和坚定的态度 来安抚支持者并重新夺回失去的信任 拜登在集会上发言时 不仅对自己的年龄进行了轻描淡写的调侃 还提到了特朗普过去的失言 这不仅是他在以幽默方式缓解压力 也是针对共和党对手的一种回击 在当前这种充满挑战的环境中 拜登的策略显示出他对竞选的固执和坚持 尽管他承认自己在言辞上偶有失误 但他强调这些并不能抹去他在总统任期内的成就 比如创造了1500万个工作岗位 减免了500万美国人的学生债务以及任命了首位黑人女性进入美国最高法院 在这场集会中 拜登的演讲显然是为了重新激励他的支持者 并向外界展示他仍然有能力和信心继续参选 尽管他面临着内部和外部的压力要求他退出竞选 但他坚持表示自己不会退缩并且誓言将再次击败特朗普 这一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他的支持者基础 并且对于那些对他年龄和健康状况表示担忧的人来说也是一种有力的回应 然而拜登不仅仅需要在集会中表态 他还需要在即将到来的ABC新闻访谈中表现出色 以重新赢得更多人的信任 这次访谈将在麦迪逊的集会后录制 预计会非常深入和挑剔 拜登的竞选团队认识到这次访谈的重要性 并且他们一直在积极准备 以其在这么重要的时刻展现出最佳状态 这次访谈将成为检验拜登是否适合再次参选的重要标识 尽管面临来自党内的一些压力 要求他退出竞选 拜登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 他在集会中强调 自己不会因为一场辩论的失误而放弃竞选 并列举了自己在总统任期内的成就 试图以此来消除外界对他的质疑 他的竞选团队也计划积极反击 包括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在内的高级官员 将在全国各地进行竞选活动以巩固支持 总的来说 拜登此次集会和即将到来的访谈是他试图挽回选民信任并巩固自己竞选地位的一项重要举措 尽管他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 但他选择以坚定和幽默的方式回应 并重申自己将继续参选的决心 这次活动和访谈的结果 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在竞选中的前景 无论如何 拜登的这次表态和行动 都显示出他不退缩的精神 并且试图以此来鼓舞他的支持者和盟友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